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不過, 你們首先要猜猜 我前天在巴里斯的時尚表演 你猜我認識了哪個? 我猜猜 是阿巴黎 就是在幾個國際時商品牌的時尚教過阿巴黎? 我的天, 先生, 你進去真的很廣 他打算來香港開店 所以我推薦他可以找你們接龍合作 阿巴黎的意思是怎樣? 當然是正面 不過他也有一個挺特別的要求 可以引入他的時尚品牌 在我們旗下接龍的商場 是我們的榮幸 無論他有什麼要求 我們都會盡力配合 他的要求其實沒什麼 他要來接龍派人參加一個時尚派對 看來他是想看看我們接龍的寄人 有沒有時尚的意見 夠不夠巴黎和他合同? 而這個時尚派對是阿巴黎最喜歡的 Vintage style 即是古風? 其實在東京和巴黎的時尚之都 Vintage shops四周都有 而在巴黎每年都會舉辦一個 Selundi Vintage的展覽會 就讓不同的設計師 可以顯示他們Vintage的風格 而這個派對 就是復古展覽會的時尚派對 那你們誰有信心 代表接龍去參加這個復古派對? 復古就是怎樣? 為什麼? 八十年代、六十年代還是更早? 如果我現在開口問什麼叫復古? 他姐一定笑得我臉亡 如果我開口問 大家就知道我不認識Vintage 那這隻蠢女士會乘機在我臉上 為什麼沒有人回答我? 兩個都沒有信心? 信心來說,我絕對有,爸爸 時尚是一個強項之一 就讓我代表接龍吧 你穿衣服這麼醜,但別說這些強項的事 我就不一樣 我是充滿時尚的名媛 由我代表去的話 阿班尼一定會覺得我相當有品味 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愉快 既然兩個都有信心,就一起去吧 誰可以贏到阿班尼的認可 就可以全權負責這個項目 對…你這次真的要幫我 我不想輸給龍力蓮 時尚這件事,你真的不夠他鬥 我也知道,買新的東西,買新的東西 我只懂,但在冬季上 擺明是舊東西,我怎麼懂 這次的項目這麼大 我沒可能跟他爭 在爸爸面前失威 媽媽,你有沒有一些朋友 是對復古的東西很熟悉的? 我認識一個設計師 他以前專門幫藝術服製造型 他還很熟悉那些時裝歷史 我想這個Vintage的概念 一定難不及他 媽媽,真可惜 這次一定要找他幫忙 說到穿衣服,那隻蠢的歷史 是誰救我來的? 我一向都是走在時代尖端的 但因為我實在走得太前了 你明白嗎,舅舅? 我對以前的古穿衣服 我真的不太了解 你不如找那些專業人士幫你忙吧 道理你是有的 我現在馬上打電話 給幾個最熱的設計師 叫他幫我襯穿古穿衣服 看什麼適合我 你這麼大包圍 到時你還是穿一件而已 對了,舅舅 你不要預約我給意見 因為我對時裝這件事 我都不太在行 這倒是,你的省美眼光真的差一點 放心吧,人選方便,我有的 大早寫番符給你們喝茶 謝謝,大姐 不用客氣 很瘋狂 Fanny,我們要搞多久 我和Mary一起補兔 真的有很多工作 大小姐突然叫我們來 看來我們今天也要加班了 其實大小姐因為要試衣服 要找人給意見,就這樣欺負大家 其實也是對大家品味的肯定 那就是大小姐試穿這裡的衣服 我們就可以走了 差不多了 還有一點在炸物房 Fanny 我還有 畢竟是一場同屋主 你有什麼不怕 直接老實地告訴我 其實還有二十幾十件 明設計師選擇 大家當是開眼界,好嗎 這裡還有這麼多條 裡面還有這麼多件 真的搞成招 不要,救救我們 其實可能會去到今晚 放心…我有辦法 大家去就很快脫身 什麼辦法 無論大小姐待會穿哪一套衣服出來 我們就很浮河地震她 大小姐,你很漂亮 之後再穿什麼出來 我們就不斷踩 大小姐就可以很快地決定 穿回第一套 我們就可以很快走,對嗎? 萬一大小姐第一套穿出來的 那套就真是樣子得飛起 那你又去賺她 你看她自自重心,聊什麼 大小姐 大家覺得大小姐這條裙怎麼樣 大小姐,你這條裙真是很復古 我媽媽當女兒的時候也有這條裙 好像八十年代 我姑姑也有一條這樣的裙 你媽媽和你姑姑穿過 這條裙真是很普通 我只要有一條 可以震撼到阿巴利眼球的裙 Fanny,下一條 大小姐,你好像以前 這些粵粵片明星一樣 穿得很有韻味 但以前那些粵粵片明星 最紅都是去到東南亞 只是跳不出國際的 那這套衣服 豈不是滿足不了阿巴利的國際品味嗎 好,大小姐 你這套衣服真是這麼多一套 真是Vintage 這次真的沒有騙你 你穿這件衣服的復古味 全湧出來 像你這樣說 即是你們剛才稱讚我的 是騙我的 不,Rebecca不是這個意思 大小姐,這條裙真是襯得你轉一轉 你穿這條裙去派對,不能輸 真的,我試穿了所有衣服 你們只覺得這條最適合我 真棒… 這條是我師父 剛才爸爸打電話給我 說有個很急的會議 要我立刻回公司開 那我就穿上自己的衣服 那條頭巾也免得刷了 這條是頻道今季最新款 你們五美不是很懂時尚的嘛 是呀… 難怪這麼傻眼 對 所以我最相信你的眼光 你老實跟我說 究竟我這條裙子 可不可以去派對見阿巴黎 其實大小姐 你平時穿的衣服 都夠復古,不需要再來外賺 你的意思是說 我平時穿的衣服很老套 是否搞錯 我一向都是走在時代最尖的衣服 我每一季都花很多錢買新衣服 跟老套這兩個字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大小姐你平時襯衣服上來 就是有一種獨特的風格 悠悠地滲透出一種復古味 熊仔 大小姐 給我一杯齋啡,謝謝外賣 收到 你來看看今天大小姐的衣服 飛得Gamo Jacket 蝦木骨泡紋牛仔虎 手袋是Channel2024年的春季新品 這雙鞋子是葵線K的限量版 加上鏡鏈耳環戒指 整個新項頭超過百萬 這麼多? 雖然每一件都這麼名貴 但為什麼她配上來的效果 有點怪怪的,你們覺得嗎 話說整個新的名牌 但每件名牌之間都不配 這些模型都打架 你看看她那個大波浪的頭髮 好像以前那個年代有個孕婦 知道嗎? 不知道,還以為她在四十年代 穿越過來的天 原來你們平時眼中的我 是個老土怪,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你配出一種 你自己獨有的風格 而且復古也是一種潮流 是呀,不然巴黎又怎會這樣 黏著冬天衣服 連派對也會用這個主題 對呀,你平時復古風穿搭 一樣那麼潮流 我就姑且相信你們一次 只要你們的說法 就是說我打開衣櫃 不斷要拿一套衣服回來 也敢贏人龍歷史 是呀 救命呀,我要洗眼了 我現在才明白 兩童復古真是一箭折叉 怎麼不說話 是不是我承認到她 不懂得給她反應呢? 何止承認,簡直是貓王最小 如果我想回到五十年代 熊那個肯定是細龍生你 不是那個貓王 我也知道我有承認 你們兩個不用拆成這樣 既然你們兩個反應這麼好 我就穿這套衣服去派對吧 二太太… 媽媽,你來就對了 你看看你兒子我多有型 麻煩你換個衣服吧 為什麼? 是你那個製造的朋友叫我穿的 我收到一封 爸爸來上次去巴黎 開過代理拳的會 那些商家十幾個都穿了這個衣服 結果那些貓王被她趕走了 就是說一說起復古 個個都想起扮貓王 那隻龍力年已經找到復古衣服的 完美的配合 還放在她的衣帽間裡 我真是擔心你會輸給她 你放心 我已經預計了和姐姐有一番生死鬥 所以我早有準備 阿大,怎麼樣? 今天晚上我穿這件衣服去派對 好嗎? 很帥,舅父 大大平時不覺得你有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是我偶像的戰衣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持續的 這套西裝這麼復古 配襯了今晚的派對 其實這套是舊樓攤的衣服 我趕著下班不記得換 誰進過我監獄 誰去我的醫務間? 姐姐,你怎麼大聲喊? 很想嚇咙 是嗎?生了? 不用怕,給你一件好事 給我試試 真的舒服了 對了,姐姐 怎麼你剛才要大喊呢? 別說了,說一天生氣了 誰進過我的醫務間? 把衣服弄破了 我今晚打算穿著她去派對 賢山爛成這樣 會不會是你的狗咬的? 怎麼會?我Ligeta這麼乖 我回來的時候 在門外遇到二五姐 她牽著Ligeta身邊還有很多狗狗 很多狗狗? 哪有來這麼多狗狗? 她說Ligeta很受歡迎 所以就約了鄰居的狗狗 一起來開派對 玩完還送他們回家 不用心了,二五姐 放那些狗進來 讓那些狗去醫務間,搞搞鎮 豈有此理 未經我同意 就帶那些狗進來開派對? 二五姐,出來,給我解釋 別說話,我來了這麼久 都不見二五姐出來侵查給我 鎮仔,鎮仔你在哪裡? 有此理 鎮仔發了訊息給我 他說他不做了 你看,連這個月的薪金也不要 他當然知道自己做錯事 怕被姐姐罵 所以連薪金也不要,走了 一定不會這麼簡單 怎麼樣?龍力士 你搞什麼?玩角色給我看嗎? 姐姐,你不懂的 別胡亂說了 我這套是上世紀經典西裝造型 很切合今晚的主題 姐姐,為什麼你還沒換衣服? 派對就開始了,還是你沒衣服換? 你怎麼知道我沒衣服換? 二五姐是你之針 是你故意把她放在我身邊搞破壞 什麼二五姐? 你不要賴就賴,我也不知道你覺得誰 不過,姐姐,如果你沒有衣服換的話 索性就不要去 無謂得失阿巴黎 又影衰接龍 大波姐就交給我負責 龍力士,你… 豈有此理,竟然又出了陰招來善我 我一定要你十倍鳳環 報仇吧,這些事稍後再說 最大問題就是今晚你穿什麼東西去派對 龍力年女就沒有衣服穿了 今晚是不會來的,我們志無不勝 你真是有先見之明 懂得放針在她家裡 我呢,原本就打算放二五姐 在她家裡打聽消息 她就放牆線釣大魚 想不到這麼快就還不得著 不過龍力年那份人不是那麼容易認輸 我想她現在到處真的在找衣服 如果被她找到怎麼辦 放心,媽媽 我呢,還有便宜一點 就算她來到也好 她也只會長期蹲在廁所 看到你這枝東西 弄得我也想去洗手間 有什麼衣服,糟了… 媽媽這麼快回來?你不是去廁所嗎 我在外面見到很多個你 什麼很多個我? 很多個差里長別靈 門口也有,走廊也有 連女士也有 這樣也行? 你好,哥哥,Terry 連你也扮我? 我,我不要假裝你,我假裝他… 一定是你的龍力年老衣服穿 她想著我一起去死 我明明收到風 只有你一個人假裝成這樣 怎麼知道她要找這麼多人假裝你 才行?你這招雷鬥雷真的很陰毒 就是這樣,她會這樣做 不然會弄得我們接龍 接不到爸爸來這宗大生意 其實姐姐不會放爸爸的生意 她正來了,不過走得慢一點 打 武裝重型?武則天? 你好,差你卓別事 以為搶上那些骯髒就可以做錢來 別這麼容易,你少看我吧 弟弟,我認得你這三個… 是煲胎,還有一件衣服 這套不是渣樓攤的氣服嗎 沒錯,這套的確是渣樓攤的氣服 片長這麼多漂亮的衣服 你以為你有沒有辦法 幫我借一套復古衣服給我穿 像夜欄貨,這是甚麼 古裝也是一種復古 有很多外國人都喜歡中國風 說不定巴黎是其中一個 你不如幫幫忙吧 現在全財的焦點都落在我身上 你認輸了沒有? 出賣了矛招 找人跟我穿同一件衣服 要不然你剪爛了我的衣服 我也沒機會這樣穿 這些就是你惡有惡報 今天有這麼多個差你卓別事 阿姨,你尷尬不尷尬 我是你的,就快點回家 免得爸爸來笑你,還會影響接龍 弟弟,我們走 走吧,還買款 幸好我還有便宜一點 你是不是真的要看阿丁多 阿姨,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字嗎? 可以 姐姐,舅父,喝酒 以Terry的才智過而沒有發現 不過就算龍裡面真的肚子餓 阿巴來拜你這套衣服 你也贏不了她 我換衣服 我的頭色很重,喝不下 酒這麼漂亮,不喝就浪費了 舅父,你喜歡的就喝那杯吧 別喝這麼多了 阿巴來還有十分鐘就到了 我今天穿得這麼漂亮 你阿婆,我一定贏了 怎麼會痛不痛呢? 我想去茅廁 走吧 糟了,我忘了了,穿了連身衣服 我弄得了沒樣子 好,來 怎麼樣,Mr.阿巴來? 怎麼樣 阿巴來很開心 想不到你們二十三 可以這樣穿著,太棒了 我作為接龍集團 最有時尚觸覺的人 我相信一定能跟Mr.阿巴來你合作愉快 還有我,Mr.阿巴來 阿巴來,你看看我這一套 夠不夠Vintage 玩得這麼盡 把窗簾布上身,撞壞了個腦子 為甚麼姐姐還在? 她吃了我的瀉藥,應該在廁所 那她沒喝到那杯酒 想不到你們Vintage Trash 一套比一套好看 這個扮羅馬人的Julius Caesar 阿巴來賴 非常賴 怎麼搞的?阿英 全村人等你一個人在那裡吞泡 對不起,輝哥,我現在走了 我再吃一口 還吃?收了已經很久了 你不知道的,走吧 這麼大煙呢? 著火 怎麼樣?Mr.阿巴來 是不是我這一套比我姐姐漂亮呢? 說得漂亮,我當然更姓人一籌 你們兩個都很好,真的很難選 跟我阿巴來合作的是… 火燭啊… 火燭啊… 你瘋了嗎? 舅舅很失禮人,你先穿上衣服吧 C'est magnifique 這個才是真正的復古 這也叫復古? 他全身什麼都不穿 只是兩塊葉,還要火著火著 完全是百萬年前原子人發現火的 Je ne sais quoi 阿巴來要跟你合作 你們有沒有人聽到的? 你們有沒有反應的? 我都說火燭了 幸好這次舅舅你驚天一路 才幫我們搶到一個大項目回來 你真聰明 竟然想到用最復古的原子人造型 我說了很多次了 這次是一個意外 你別這麼謙虛 人要面子,樹要皮 給我一個面子好不好 照片子真的拍得很漂亮,舅舅 你要面子又面子 要樹皮又樹皮,是不是,弟弟 這樣看來舅舅你真的很上鏡 難怪阿巴來說你給她多多創作靈感 還叫你做她新一季時裝模特兒 大件事 大小姐,你有沒有看新聞 阿巴來新出的設計 被整個時裝界瘋氣 時裝大人說她那個樹葉裝不倫不擂 糟了,連時裝界被老天爺 都在這裡狠批阿巴來 這個報道說她的時尚駕庫地位 一落千丈 那是怎樣 我要立刻打電話給爸爸 爸爸,我們要取消和阿巴來合作 因為她失敗了 別這麼大輕心 到頭來豈不是沒用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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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